又一批志愿军劣势的遗骸回家了 运20运输 歼20护航 我们的空军拿出了最高礼仪 十年间 从2014年开始 十年间 十批志愿军劣势的遗骸 已经回到了祖国 长眠于地下 我们每个人有机会的话 都可以到沈阳去祭奠一下英灵 抗美援朝战争 堪称我们的开国第一战 刚刚结束解放战争 刚刚取得国家新生的我们 在一穷二白的前提之下 还是敢于出国作战 还是敢于和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的美国硬碰硬 这开国第一战 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头 也彻底让全世界 重新认识了一下中国 我们再也不是1840年以来的 那个人见人气的东亚病夫了 20世纪的中国 已经可以溢溢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看看今天世界上的乱象 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 无不印证着同一个道理 那就是落后就会挨打 而我们的开国第一战 虽然我们底子很薄 虽然我们的武器很弱 但是还是主席那句话 美国是刚多气少 而我们是刚少气多 志愿军烈士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把我们这个民族 把我们这个国家拖起来了 打得一拳拒 免得百拳来 抗美援朝战争的美大意义就在于 从那一刻开始 世界上没有国家再敢欺负我们了 而今天我们不断地把烈士的遗骸迎回 就是要告诉全天底下的老百姓 我们是一个感恩的民族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 为新中国的建立发展 而付出生命代价的英雄们 我们下期见